哈喽大家好 哇好快喔 2022马上就要到来了 大家忙着过年喔 好最近天气会变冷喔 请大家要小心喔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2022的致富关键是什么 千万避开六大禁忌 这个禁忌呢 如果你避开了 2022肯定会致富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呢 来家中客厅 不可摆放下列的东西 黄色的物品 黄色的五行属土克金 他土来克 你不要以为土生金错 土中会满金 因为黄色今年基本上是五黄煞 那五黄煞就是 跟黄色都有关的东西 要特别小心喔 比如说我的客厅 不能有桌巾是黄色的 然后背面背墙 不能是黄色的 然后我的沙发垫子 或者是我的沙发的抱枕 不要是黄色的 还有你大门的窗帘 窗户窗帘 地垫通通不能用红色的 这样大家知道吗 好地垫窗帘门帘 沙发及坐垫 拖鞋花瓶花卉 不能可以擦菊花 黄色的花不可以 好这是客厅 客厅呢在2022年呢 在九宫阁里面是五黄煞坐镇 好我们以前古代呢 皇帝坐在中宫的位置 要什么 要一个黄色的黄袍加身 对不对 好他的龙椅呢 都是带金色 不是黄色喔 记住他黄袍加身 他上面都绣很多金龙啊 所以呢 他玉带环腰上面有一个玉佩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要在家里面 当皇帝或皇后 你也可以这样穿 不论是宫廷系 那跟大家讲解一下 你们千万要记住 黄色呢 如果在家中客厅出现的时候呢 会发生很多的不好的事情 五大灾难 要特别注意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 房间内的床罩啦 床单啦 枕头 枕头套啦 枕头巾啦 衣橱 记放黄色的 比如说你的衣橱是黄色的 请你把它盖起来 好那放钱包的财库包呢 记黄色 所以呢 你用黄色的包包啦 或者背包啦 尽量少用 改用金色最好 因为呢 黄色就是五黄煞 我告诉各位 中宫有五黄煞的时候呢 我们又不是皇帝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四个周围呢 就是我们四个墙角 我们客厅的四个墙角 你就要挂呢 五帝钱加铃铛 今年有特别为大家制作的五帝钱加铃铛 你们就好好看一下 海恩老师介绍的给大家怎么样来防煞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随身尽财的物品呢 造财 你要造财对不对 我们要造财 不可使用黄色 属土是破财 好今年呢 2022年呢 特别特别要加强的部分就是 祭黄色 那你一定会问我说 那这种鹅黄色可以吗 浅黄色可以吗 你只要不是这种大黄色就可以了 不要这种大黄的 但是这个里面还带金哦 他不是真正黄色哦 你看我这其中有其他的金色的哦 那如果你是带金的话呢 稍微好一点 但不要整个都看起来是黄色的 这个他虽然是带点黄 但是不是他不是甜黄 像甜黄那个颜色就是很黄哦 所以呢 你们看到呢 来 这个就是黄 这个叫黄 这个不叫 这个叫金 看到没有 这两个颜色差别性很大 有没有 韩老师手镯 看 跟我这个 有没有 纸棒 是不是颜色差很多 对不对 差很多 这带金哦 这带黄哦 好 所以你的黄色就是这个 随身造财的物品呢 不可使用黄色 然后呢 皮包 皮夹 皮鞋 皮带 围巾等 不要用这个颜色 好 用这个颜色会容易破财 招音 然后呢 招小人 然后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之灾 你穿在身上的东西很容易有意外 那开黄色的机车要小心哦 黄色的机车 开黄色的车车 好那继承之后就黄色没有关系啦 黄色的 我们的黄色车哦 就在路上跑的 因为他是动的 不是固定的位置 那就没有关系 这样子啊 机车 汽车就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他每天在跑 他不会固定在那个位置上面 在固定那个位置上面就不可以 但是我讲的是家中 办公室店面都算在内 包括你的别墅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旺家中财库的话呢 第一个是冰箱 那冰箱米旺 白米 就是可以呢 米旺加白米的话就是会土生 土金 这个金土香生 那锅碗筷尽量别用黄色 你用黄色的碗啊 很多人喜欢用彩色的 其实彩色的我是建议少用啦 因为彩色的东西 他是塑化料的 或者呢 他不是金属器具 那里面有颜色的 通常都会带什么柚啊 这些吃饭都不太好 其实哦 陶瓷是白色最好 这样大家知道白色最好 所以你的碗尽量就用白色 白色属金哦 那 空金米可以吗 可以 因为那叫金饭碗 那外表是金的是可以的 但不要是黄色的 这样就可以了 吃饭很重要对不对 每天要吃三餐啊 你不吃三餐最少吃两餐嘛 那你吃两餐 是不是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呢 一定要注意哦 里面最好是白色的 那外面有一些花啦 或者一些图案的 没有关系 但不要是 整支都是黄色的 你的整个碗啊 全部都黄色 绝对不可以 会让你破财 那接着下来呢 这个属土破财的话呢 金属或金色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们穿金带银 你看到没有 我刚才讲过一件事情哦 这个黄跟这个金是不一样 看到没有 那我这个还有透明的哦 他不是完全哦 这个 这个是黄 这个才是 这个 像这个就不是黄哦 这个是黄 黄色水这类的 所以你的包包 背包 皮 皮夹 尽量不要用这个颜色 哦 这样大家很清楚了哦 会让你破大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五斗柜 置物架 各式柜体 哦 寄放黄色 鞋柜也一样哦 鞋子也一样哦 袜子也一样哦 尽量不要穿黄色的 因为明年呢 中公五皇上 我刚才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以前皇帝呢 皇帝呢 这个早朝的时候呢 就是呢 文武百官都两排呢 对不对 好 那左右呢 他有呢 左府右臂哦 然后呢 基本上呢 他前面排的都是什么呢 金色的 或者是铺红色叫红地毯 那他穿龙袍的时候 他会带金丝的龙袍 这样大家知道 或者是像紫色的都很好 2022年可以带紫色带金色都非常好 紫色代表贵人哦 红色的也非常好 所以金色带黄色 像五帝前的黄呢 叫铜色 那叫铜 不一样哦 那不是黄 你给我这一串 给我这一串 对 好 像这个是有铃铛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这个的话 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红色带金色 对不对 他不是黄色哦 铜的颜色不是黄色 这个是金的颜色 好 下面呢 你看这个铃铛 有铃铛 有没有 有铃铛 这个也是铜色系 铜 银 金都可以用 好 所以呢 应该要很清楚说 你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可用 什么东西不可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床头 叫床垫 我们后面不是有个床垫吗 后面 床垫 我们睡觉的床垫 背 有没有 我们不是有个床头柜吗 不要用黄色的 好 左右两边的边柜 我们不是有左右两边边柜 都要抽屉吗 才会有财库啊 所以呢 如果你能放得下一个边柜的话 那放两盏灯 也很好 灯代表什么光明 左边代表阳 右边代表阴 所以女孩子要睡右边 就算你没结婚 你要睡右边 才容易有遭到好桃花 如果你睡在左边 那就女人当男人用 哦 那可能跟我差不多女人当男人用 好啦 女人当男人用 意思是说你要做男人的事情啦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你睡右边会更好女孩子 那男孩子男人的话 让他睡左边 所以左为前 右为坤 这样大家很清楚 叫阴阳要区隔 阴阳区隔你的财运 事业运 贵人运 所有的一切好运 都会在你身上发生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 很多人就是 都认为说 啊那个 就一块布而已啊 没关系 不行 请你收起来 好不好 千万要收起来 我们少用黄色的东西 黄色会产生五黄煞 五黄煞 五黄煞会产生什么 第一个 我们明年呢 2022年的中工 就是我们客厅 如果你要装房 不能动工 年底前赶快修一修 像我那个地板如果敲起来 或者是说有剥落了那个地板啊 或者是瓷庄坏掉啊 那赶快修 不要等到明年再修 好不好 明年中工不能动土 那你一定会问我说 那老师在哪里动土 对不对 好没有关系 我再另外做一集节目给大家 从哪里动土最好 2022年好不好 如果你要整修房子啦 或者要盖房子啦 或者买新楼要装修啊 都很重要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 好接下来 第六样 中工五黄煞 直接影响的是东方跟西方 好所以2022年呢 中工五黄煞 东方跟西方 他直接影响到 所以你的房子 如果是坐东向西 坐西向东 或者你的门开在东方 或开在西方 你要特别小心喔 九宫阁里面呢 这两个位置 今年呢整条线都不好 要代表什么 你要来化煞 如果你不懂得化煞的话呢 门口我们要先有七星殿 七星殿的地殿 然后挂两串五地钱 而且要大的 刚才讲给你们看那个 大的五地钱 挂两串五地钱 五地钱代表什么 我们招贵人 然后铃铛会什么 化煞 铃铛会化煞 这样大家知道吗 铃铛我们门一打开 门铃铃铃铃铃 对不对 就知道有人进来了吗 不是吗 所以他还可以防小人可以化煞 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或者是在午睡的时候 那你们有人打开了 那因为有铃铛他会响 他会响声 因为客厅很怕犯小人对不对 还有可能亲戚 朋友来你家对不对 你根本不知道 那不知道他一开门 你就知道有人在开门了 这可以化煞以外 还可以防偷盗 还可以防偷盗 因为五黄煞在中宫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非常谨慎 所以不可以用黄色以外 家具物品窗帘及桌椅都不可以 要买一张黄色的桌子干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要把桌巾呢 买一条桌巾来盖起来好不好 桌巾可以 那你又问我什么颜色 好米白色最好 2022年了米白色属金 好 土呢 黄色是属土 对不对 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土 这个是连针 连针代表什么火呢 所以不要用红色的垫子好不好 也不要尽量不要用红色的垫子喔 火来生土是很好 火来生土 如果用很红的东西呢 也会增加土的运势 这个连针的运势 连针属火 连针五黄煞属火 你知道连针化机会什么 官非诉讼 意外车官 破大财 小人 还有呢 合作会出问题 坐飞机掉 不会坐飞机不能掉飞机 坐火车不能撞火车 开车要小心 真的 请大家真的要 特别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喔 海洋老师提早跟大家 先 你们要先做好布局 否则的话就会来布局 好 谢谢你们 这六样只要记住 贯彻的实行 我告诉你 2022年了 财富事业旺 通通属于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按赞 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好不好 分享给你亲朋好友 赶快分享喔 因为这一集非常重要 我提早做给大家 我昨天晚上想破头 想到三点多 没有睡觉 我真的不骗你 为了做节目老师 是绞尽脑子 要赶快帮助大家 好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 按赞喔 好不好 分享 订阅小铃铛 谢谢大家 来接下来 脸书线上开运直播 结缘拍卖会 每周二下午3点30分 但是明天因为我要录节目 所以我们会改在礼拜三 但是没有录节目的时候 都会在礼拜二 你要在我的FB脸书上面 去搜寻 林海洋官方 好不好 林海洋官方脸书 就可以搜寻到 要打林海洋喔 就可以搜寻到我的脸书 请先加入我的脸书群 好不好 来抢好康喔 年底一定会有很多大东西 好东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市面上绝无仅有的 只有在老师这边 可以 请得到 不然只要你拔杯喔 你如果文气不好 就要拜托你拔杯 拔不杯我也要 不要给你嫁人 因为你拔不杯 我很辛苦 好 那微信的话呢 SKJENNY888 加到我的微信 我的ID 那Light 8就是海洋老师的官方Light 8 小老鼠QZC1213O 来再讲一次 小老鼠QZC1213O 好不好 然后台湾服务专线在这边 0227373000 这是总机 然后海外服务专线在这边 886227373000 应该少一个2 对对对 27373000 如果你要打这两个专线 我们都有客服人员帮你接电话喔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我们要赢在起跑点 这个时候 挡快先布局 海洋老师跟你讲的事情要记住囉 好 希望大家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 还有按下你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拜拜